一段時間 光走廊就有兩個問題 首先第一個 你們看 這麼長的這個走廊 它其實就是一個壁道 直接切成門裡面 就說門在這裡 不要被那個壁道切到 就沒有問題對不對 前面是算康莊大道吧 對 其實你換個角度 它錯過走道的過去以後開門 還是錯過走道這個地方 過來以後開門 都完全避開 它就剛剛好在這個壁道 在這條走道的這個終結 然後切左手邊影響男生 切右手邊影響女生 他幾乎切在 正中間耶 那就是兩邊都影響 對 那這個時候就會影響到 裡面屋子裡頭 男主人或女主人影響的遇事 兩個人都會受影響 可是如果當我們是單身 沒有結婚的時候 就會直接影響到我 可能要認識對象 或者我跟另外一半 交往的那個過程會出現問題 是不是沒救了呢 沒有 有了 用了 首先第一個就是依照 閉刀 你從地上看它的直線 到切到哪個位置 它的正上方 也就是在閉刀正切的位置的時候 你對著它放 它們就可以劃切 好 那天才八卦也可以直接 對它的門 或者主臥的房間 主臥這個就是問題最大了 因為為什麼 陽宅三大要處 門 主 罩 大門 主臥室跟 爐罩 那剛才提到 這三個呢 基本上是最重要的 所以古代有一個重點 叫王府建王 三個只要有相對的時候 都會產生比較大的問題 特別是針對大門 針對主臥的時候 會直接影響到裡面主人的健康 那你再看看 這個整條走到的最底端 你會發現好像無限延長 對不對 會見到你嗎 對 那一般來說的話 當禁止照門的時候 禁止有三大原則 不對門 不對床 不互相對照 對 所以基本上來說的話 就要特別特別的注意 第三套 重量 楓 一特殊 一特殊